交点转到中东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剑拔弩张的关系 在埃及的斡旋之下 星期一达成了停火协议 过去的周末 以巴两派在加沙边境 爆发了激烈冲突 至今已经导致双方最少27人死亡 其中23人来自巴勒斯坦 当中包括孕妇和婴孩 这也是加沙地带自去年11月以来 最严重的边境冲突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为了报复以色列 早前击毙了旗下的两名成员 上个星期五开始 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500枚火箭炮 而以军随后反击 发动了超过200次空袭 以防折损了4名士兵 这也是自2014年以巴冲突以来 第一次有以军阵亡 以色列誓言将会继续发动攻势 尽管暂时停火 但是以军仍然在边境地区 部署了大量坦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